大量包裹堆成一座座小山 跨境电商凭到货速度先运来台湾中转或许比较快 尤其是邮局的货转油业务 大多收自中国来的包裹 透过海运只花半天时间就能抵台 到达台湾后隔天就能空运到指定国家 目的地以日本为最大宗约五成 加拿大排第二 而这回收到独包裹的韩国则占不到一成 主要是说中国大陆那边运能不止 所以才会转到台湾来了 因为它的运能不足 要等两天三天四天都不一定 邮局透露在中国想寄国际包裹只能等等等 运送时间先不提 光排队等飞机就至少花两天时间 但如果选择先到台湾中转不用等 只要花一天半的时间就能从台湾再寄出去相对省时 也因此多数业者尤其跨境电商 选择来台转转货 让邮局一年中转量达500公断 而且就算多这一段运来台湾的海运 加总后的油资也没有比较贵 这回中国毒气包裹就是靠中转运输寄到韩国 行事警察局初步的追踪 那么是由中国的申郡 以货转油的方式寄到台湾 那中华邮政经过离货以后 那么再以邮件的方式寄到韩国 那进一步的调查 我们会追踪到底 台湾靠地理优势 减庞大中转商机 但就怕有心人士既送不明包裹 失了总时美意 也挡坏国际民生 精心欧雅婷 黄品汉采访报道